大家好 歡迎回到《軍公開密》 就是和陳博士去談談一些軍武和科技 在上面結合帶來戰局或者戰場上一些改變的情況 這次我們又帶來另一些 topic 跟大家講 主要講到中國那邊近期有一個報導 說到那個無人機似乎和人機合一又邁進一步 說到用人類的語言直接去到機械上面 它能夠直接將它的指令執行 就是說是不是已經逃避開了一個loop 就是要用人的語言轉為機械語言 它明白之後又再去執行 就令到我們的Pathway減少了 令到它的反應的時間再短一些 再敏捷一些 是不是會令到將戰場應用上去的話呢? 會令到整件事更加知道我們叫得心應手 或者我們叫事半功倍 令到攻擊的時間、回應的時間、反應的時間 會加快之後呢? 那令到整個效率呢? 是不是會增強呢? 那甚至乎應用在軍事上面之後呢? 就威力無窮呢?這樣 那當然這些呢? 再講下去都會變成武俠小說的了 那所以我們都是要跟陳博士談一下 那整件事上面的發展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講到 無人機自己都會自帶一個大佬那樣 那你跟他就好像人和人那樣直接聊天 聊天後呢?他就立刻幫你執行 那是不是真的已經去到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是不是真的特別有好處呢? 那現在世界各國的發展上面呢 跟中國這樣相比 又是會差多遠呢? 那所以今天軍工開密都要跟大家聊一下的 那大家開始支持大家記得啦 幫忙給like啦 還有免費訂閱包括NHK的軍武器言 還有科學新知呢?我們兩個頻道 那我們跟陳博士聊聊天 先 威力博士你好 是Larry好 大家好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講起威力博士 這一單的新聞 就是講到中國我想一些研究團隊 那他們現在研發著呢 就是你說到一個可能都是封群的了 就是一堆的無人機走出來 然後呢 你純粹直接用語言和他溝通 不用用電腦的語言和他聊 他都立刻理解執行 然後呢 就很快去做出來的效率很高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在這個角度你怎麼去看 就是他的那個做法啊 效率啊 還有整件事的意義在哪裡呢? 那這樣的 無人機的那個應用就越來越多了 配合了人工智能呢 你會發覺就是將這些東西砌在一起 就會是一些新的發明來的了 問題是你能夠有沒有一些更加複雜的任務 能夠結合到更加多現有的發明來去再做一件新的東西出來呢? 那所以很多東西你如果將它拆細回每一個部份 可能都是一些已經出現了的科技 但是只不過現在有人將它放在一起 就好像似乎做到一些新的東西這樣 那這次來說 你說中國大陸這個團隊這樣 那第一件事了 凡是這些這樣的新發明呢 無論你說是哪個國家聲稱自己的新發明也好呢? 我覺得令到大家有一個更明智的判斷的方法 就是說你立刻要找一下其它國家它類近的東西 究竟那個水平去到哪裡 有一個比較 那你就知道究竟誰真是領先不領先 誰真是發明還是不發明 還有那個發明究竟有多厲害 難不難做 是不是? 那當然了 這次這個大陸的那個團隊 就是來自這個應該是陝西的西北工業大學的一個團隊 那它就說可以將那些無人機 就放在那些人工智能那裡 那它加多些什麼呢? 就是說它有一個跟人溝通的界面 就是說不是這個 就是我給了這個任務 這個系統之後 就不是說裡面用他們自己的那套數據議員來溝通 而是我可以介入 即是有人的角色 介入了 用文字好 用語音好 有一個介面 可以給指令 或者由他們那裡 叫他們報告一些信息出來 於是人在這個中間的角色 就可以扮演一個指揮的角色 以及監察的角色 就算你不去指揮的時候 你只需要給一個最起始的任務 目標 那麼這個系統就懂得自己運動下去了 那麼問題就是你給什麼任務下去呢? 那麼他們這次給一個任務很簡單的 就是純粹在一個校園環境那裡去找回鑰匙 那麼那個鑰匙就是擺在校園其中一個角落 其實就是看回他們的團隊 他們的新聞那個報告都有看到的 那麼這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大家一起去找一個無人機 大家分散在這個地方 用最快的 最有效的方法 找回鑰匙出來 那麼這個任務就是你要尋找失物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那些無人機之間要相互溝通 有些 譬如說你不會五六架無人機一齊同時間找一個地方的 那麼中間那些策略怎樣分佈呢? 那麼其實就是這些可以人工智能放進去的地方了 那麼然後就是你的人為什麼中間放進去的指令 有沒有一個很方便的介面呢? 那麼所以就會用到一些 就是好像我們用group chat這樣的功能放進去 那麼而中間甚至乎它需要用到一些語言模型 就是如果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在說的 可能用chack GPT啦 但是大陸有他們自己的版本 那就是透過這些現有的語言模型 還有那些群組溝通的聊天工具 再加上一些我們已經有的 一些好像人工智能的能力 它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很簡單的任務 而在一些這麼簡單的任務的時候 你就可以令它的運算去支配了這些無人機 去和你去達成那個任務 那麼其實你會發覺是把好幾個 我們現在現有的發明擺在一起 就把一些比較簡單的任務 就去交給那個機器去做 那麼它再多一個能力的就是 你適應那個環境的能力 比如你的無人機 你能不能夠去搜索一個平面的時候 去適當地去避開一些障礙物 或者受到一些其他環境干擾的時候 懂得避開它 比如有人在那裡 你會不會避開它 或者那個地方凸了出來 或者那個地方有些洞洞洞洞 你會不會自己去找過它 那麼具體上的執行那個質量是怎樣 這裡就沒有什麼資料了 但是我會這樣說 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中國大陸是說這個西北工業大學 都有人去想提出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麼其實外面這個世界 就一定已經有些人做了更加多的事情了 因為這件事情你會發覺 可能連聽眾你自己都想了出來的 就是將它結合一些現有的事情 去幫我們做一些新的事情 就算我們在說軍事的時候 一早也都有人想了 無人機加自動化系統 會不會最後變成一個機械殺人的武器呢? 還加上人工智能 那麼連這些你都想到的時候 那麼如果拿來是用在我們日常 生活的普通應用的時候 有人想的話 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那麼這個順帶一提 除了找回中國大陸現有這個資料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很難找到 在外國在講加拿大啊 美國已經是有一些現行去測試 以及已經在行的系統 就是去做一些去救災救生的任務了 而中國大陸也是在想這個方向 那麼譬如在海灘裡救生員 去準備去救人 或者在海難的時候準備去做搜救 那麼原來已經是有國家引入了這些無人機系統 來幫你去自己去思考 怎樣去海面做搜索 還有懂得去找到人要救之後 還扔個救生圈下去 其實已經是有這些系統存在了在那裡了 嗯 所以如果那個無人機的應用上面 就是這次講的東西 可能聽上去就好像一些語言藝術那樣 那可能就是全球的應用科技 可能變成一些我們叫雕塑小技的東西 但是我們由這個做一個starting point去講 就是習博士 其實現在那個無人機上面 就是那個發展呢 就是有很多了 那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那個封群戰術 那個封群戰術就是說現在都很流行 包括大家看到那些什麼大會演 中國很流行的 就是用幾十架幾百架的無人機 去做一些協調的表演 給大家看 那都是一個協調性的 也都告訴大家就是 就是整件事上面 那麼現在做協調的表演 但是如果在戰場上面做協調呢 其實是一個攻擊行為來的 就是包括我們在2017年 就是都說了整個六、七年前 就大黃蜂戰機那時候 F18已經發放了一批很小的無人機 就做了很多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些表演 其實就是如果去做攻擊敵方 都是十分有效的東西 如果這個封群戰術 就是它在不同的階段那個應用 就是你怎麼看呢 就是這些封群戰術 就是包括可能中國他們現在 是不是只是限於做一些表演啊 那些啊那些呢 而我們看到呢 將這個封群戰術呢 如果擺在西方那方面呢 就已經可能用一些有人的戰機 就是F35這些高度自動化的五代戰機 就去操控一些的drone 當然就不是這麼小的 那些drone大部很多 就是可能是最少都七米八米那麼長 那然後呢 就是他們那個飛行的高度啊 那個強度會高很多啊 但是他們又是封群式 就是那個成本可以做到很便宜 那他們又可以做到很多架啊 這樣一起去 那所以呢 無論是就是你說民用啊 軍用那個位子呢 其實是不是就是封群戰術 都是無人機呢 就是他們那個戰術上面 其中一個趨勢啊 那個發展的方向呢 在這裡先這麼說 如果純粹是那些什麼 晚上去那些什麼 無人機大會演那些東西呢 那些就沒有使用到什麼 人工智能在背後的 純粹你program了它 定時定後 飛去哪個位置 轉哪個方向 就完全就是program好他們的行為 他們不需要有什麼 就是商戶之間的協調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的 好像我們 無論是這個西北工業大學 還是我們剛才說的 一些其他的外國 在用那些機群的搜救任務呢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你是達到一個的目的 但是你達到的目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每一個的策略它的效益不同 你的人工智能呢 在受過 就是給了一個訓練之後 是懂得跟你 因應外在條件 去找一個最佳的策略 其實這個講到 就是一個這樣的演繹 你發覺其實跟 足為棋都有點像 就是足為棋 就是最後你要達到 你贏的那個的 就是那個的境界 那麼現在就是 另外一個遊戲轉了 怎麼為之贏呢 哦 找到一個鑰匙為之贏 或者是你找到一個人去救 丟到一個救生圈下去 為之贏 那麼中間那個旗步是怎樣去做 以及考慮什麼因素呢 你發覺是和 比起一個圍棋 我會覺得複雜一些的遊戲 就是你外在的那些限制 和那些變化會更加大 那都再講一次了 其實在這裡來說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到 這些不是什麼 那麼新的概念 但是呢 你能夠做到出來 真是用得到 那你都算是發明了一樣新的東西 那麼在軍事上面 其實就是很危險 這些民用的東西 怎麼變成軍用的東西呢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線之差的 用那個海面搜救來做例子 我就已經program了 這堆無人機 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的運算 來調整一個最佳的策略 在這個海上條件之下 就是用最快的時間 去找到那個要被救的人 然後找到那個人之後 扔那個救生圈下去 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其中一個任務的體現 但是你想想 如果扔下去那個不是救生圈 扔下去的是一個炸彈 那麼你整個任務 性質就是殲滅敵的人 就變成了 而那套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一樣要你去找個人 要你去認得那個人 然後就扔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基本上你問 那個和平的用途 和戰爭的用途 在這裡是同時誕生了的 在這裡的話 就是在這裡你都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俄烏戰爭 大家都用他們的無人機 用人手操控無人機 一人操一架機 這樣去遙遠地去找 就是敵人的陣地去做轟炸 那麼這件事情其實可以交給AI去做 交給機器去做 而俄羅斯和烏克蘭差在就是 它還沒有用到這個地步 但是如果這些搜救系統成熟的話 其實基本上又可以做到差不多的事情 不過這次你扔下去的 不是救生圈 你又扔個手榴彈下去 是變成一個戰爭的工具 那麼在這裡會看到 我們一直以來憂慮那種人工智能 那種戰爭形式 其實不知不覺間已經 就是齊備了 差在一個現實的戰爭之中 你就會發覺 越來越多這些概念 就變成了真實 包括就是現在 不單止用無人機去扔炸彈下去 那接下來你會想一下 會不會就是用人工智能去辨別 來扔下去 然後就是可能在地面上 不只是在飛的東西 地面上正在走的東西 可能是一架地面上走的運輸工具 但是上面有個炮塔的 它不載人的 它也有個鏡頭的 也都可以瞄準一些東西 也都可以發射一些東西的 那已經是整個 整個未來自動化戰爭的初型 就慢慢地去形成了 在這裏 其實陳博士你講的那些 無人坦克 無人機槍 其實就已經有了 也有很多一些邊界 可能俄羅斯 大家知道俄羅斯邊界特別長 他們那些東部的領土 或者我們說西伯利亞那邊 他們都長期有這些無人坦克 無人車 上面有炮 有鏡頭看著 都運作了不少年代 大家都知道 他們一定是把武器 什麼想到都變成武器化 這個決定是其中一個情況 還有剛才我們都說到 就是那個 無人機和AI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拍檔 尤其是大家看CHATGP 都很清楚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情況就是 AI結合無人機 是不是都是武器的最終的出路 例如我們講到 剛才我們講到就是五代戰機 也叫做武器的天花板 武器的頂層至尊 我們講到一些戰機 再加上無人機的應用 其實是不是真的 都是那句 就是你看到F-35那些 它就真的很奇怪 那部機器很先進 你看它只有單座位 以往那些複雜的戰機 都要雙座位 例如大家看到 現在F-35 你一部 可以操控六、七部無人機 只有一個機師 大家覺得它很忙 其實它很輕鬆的 其實它基本上 電腦就幫它處理所有的東西 甚至乎 接下來真的有類似AI的東西 會不會擺進F-35呢 我相信陳博士可以披露一下 它反而是玩雙座戰機 然後前面的正常的駕駛戰鬥任務 後面的就是搞無人機 就是那個操控 但是你說會不會 就是多個人好些呢 當然這個就要觀察了 但是呢 就看到他們呢 後面那個呢 有些像F-14 以前那些操控官呢 它現在呢 中國也都學得很快 就是他們也都有類似的 那些叫做 無人機群 他們自己有發展到 就是叫做 抄了美國那個無人機 那個封群戰術裡面的 那些大型的無人機的攻擊 那陳博士你覺得 如果我們講到中俄啊 和美國走的那條路 就是走呢 就是有人戰機加無人戰機 他們都知道呢 在未來世代呢 消耗戰這樣打下去呢 都是誰玩到越便宜啦 科技越高啦 理論上的優勢就越大啦 就是可消耗力啊 那些情況 那你覺得他們是不是都是 各走極端 或者是其實 出到來那個戰力 就是你說AI的配合啊 那都是哪個AI程度高一些 那其實那個勝率都會高一些呢 照計呢 你如果能夠做到單座位 一個人控制到更加多東西呢 就你需要那個軟件那個自動化 和那個操控容易程度就要更加高 就是對於你那個軟件設計 那個要求會高一些 那當你不能夠做到很好的時候 你就需要多放一個人去幫忙去看那些事情 那就是這裡是有取捨的 就是我都會覺得 雖然是一個這麼細微細眼的 單座位和雙座位的那個分別就是 你都會看到他們那個軟件 那個操控的難儀程度應該是有些分別的 但是具體實際來說他們怎樣實踐呢 那這裡我們都沒有資料了 但是其實你都已經預料了 最好就是一個人全看完 就是萬一出什麼事的時候 就是犧牲一個人 因為你一起上去 有什麼事就好 通常要不就一起生 要不就一起死了 其實相對比較少就是一個死一個不死的 尤其是在現在的那種 你駕駛著一些越來越複雜的 這麼大型的 是面對的條件越來越極端的 這些這樣的機器 那這裡都可以看到那個未來戰爭的形式 就是你提到有個例子就是 就是一個機器周圍群了很多是自動駕駛的這些機器 來去做護衛或者攻擊這樣 就是這個這樣的圖畫 你有沒有發覺好像我們以前打機 射擊遊戲那些呢 就是你無論你打那些1943還是不知道什麼鬼 就是你不知道吃了哪顆東西 就令到你突然之間自己多了一堆 就是一堆機來圍著你 那越來越厲害 就是你會發覺原來那個 那個世界裡面的東西 是變成了一個現實的 你覺得雷電傳說和1945都是一樣的 這堆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遊戲裡面很簡單 射了一個寶箱出來 吃了一個東西 突然之間那個機器就升級了 然後你發覺可以射到很多子彈 還有後面一堆東西 然後可以繼續幫你攻擊的 就是這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原來就是搞這些東西 其實是挺有趣的 這個圖像就是 是的 還有現在我們集中說的 那些封軍戰術都是屬於那些比較低空作戰那種 但是我相信除了低空作戰那些 原因是因為那個要求不高 就是你又飛得不太高 飛得不太遠 那續航力又不太 但是我們相信那個科技 或者那個研發的成本的進步 其實都會令到那些無人機 第一 那個封軍戰術呢 它使用的機種會越來越大價 它的續航力會越來越強 還有它攜帶那個籌載量的武器呢 也都越來越厲害 那個複雜的程度越來越高 那不是現在的自殺式那些無人機 甚至可能講到高空作戰的無人機 甚至乎我們講穿一點 全球鷹啊 我們講MQ-9的死神無人機 現在呢 大家看到通常只有一個兩架 一架兩架 你很少會看到十架 二十架 五十架那樣動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像那些死神無人機 五十架那樣衝過來 其實真的是F35 只有那幾架都頂不住的 其實是 是的 這裏的性質就是 我們未來的趨勢 大家都會同意的 就是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 自動化的任務 是交給一些越來越昂貴 大型的戰機的了 但是呢 就是人手持的戰機 和這些機械手持的戰機 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你很難 雖然人類歷史上有試過 就要下一個自殺式任務 給有人駕駛的戰機的 這件事我們不希望發生的 因為人員機器都是寶貴的 所以那些自殺式的任務 一定是交給那些 AI 然後用低成本的機器去做 以小博大去做的 所以你未來的話 那些比較低端一些 和防衛能力低一些 但是那些要執行自殺任務 都是交給那些機械人去做的 就是自動化的機器去做的 還有有人工智能的東西去做的 然後呢 那個真真正正負責指揮 和執行比較重要的任務的那些 就交給一些大型的 還有交給有人的機器去做 那這個都一定是那個趨勢 會不會去到以後 再去到終極一點就是 整個空軍基本上 那些人都是在地上的呢 不需要有人再在天空裏呢 那我覺得這個似乎是 再遠一點的將來就會發生 嗯 是啊 還有說起無人機呢 都在說會不會做一些無人機母艦 就是說如果陸地呢 就可以有架車 然後它就發射很多無人機上天 然後就追斬人九條街那些 但是如果另一種玩法呢 就是用一些大型的運輸機 那現在其實美國有大量的大型的運輸機 然後就突然間就放幾個貨櫃下來 那一拆開就突然間就有很多的無人機 湧出來 那之後呢 就是他們可能是有一個carrier 那一個貨櫃一推出來的時候 一個貨櫃一打開 一堆無人機這樣飛出來 那甚至乎他們說 那些無人機本身呢 其實就好像一支導彈 你都很難分的 那些無人機還是導彈呢 這樣飛過去就打人 這樣就打什麼目標就可以了 對空啊對海啊對地啊 總之呢就以數量取勝了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會導致到 那個有人戰機呢 那個時代結束就好像《Top Gun》第二集這樣說呢 就是當時那個將軍就跟Tom Cruise說 喂 其實你們有人駕駛這些pilot呢 你們的時間都叮叮的了 都差不多了 不過Tom Cruise就死定一句了 就說not yet 都還沒的 但是其實真的可能飛行員呢 朱博士你覺得會不會有生之年 可能都覺得隨時都會變成絕響呢 真的 就是這樣說吧 看看是什麼任務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它出現的頻率 越來越少 那就是在這一天發生之前 我們會看到很多先兆的 那譬如說 那種和平民用的用途呢 就越來越廣泛 那剛才看到的 就是可能幫你去做搜救啦 其中一種呢 就比較有用的就是 萬一遇到地震 一些災場的搜救 那你會發覺如果呢 未來已經有大型的這些這樣的 AI無人機系統 去負責去做拍照啦 發送災場三數資料啦 甚至乎是去運一些補給物資這些東西 已經是進入了那個 這個實際的應用領域的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呢 這個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成熟到那個地步 就是很普通的應用都可以用到的了 到了有的這一天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相信呢 我們那套軟件 是已經可以很放心去擺去一些 更加昂貴的那些作戰的飛行物那裡去用的了 那所以很不幸啊 就是當你看到越來越多的和平用途的時候 往往就是寓意著一些更加危險的軍事用途呢 其實就在後頭了 嗯 所以我看著《Top Gun》那套戲呢 我也覺得有些細微的 就是說會不會 Tom Cruise這類的飛行員呢 其實最後還是要被淘汰呢 當然我想就 我覺得就有生之前可能還看到他們 會看到的 但是到我女兒那一代我真的不敢說 就是那個天空已經成為了 就是我們不要說《Terminator》 那些《SkyNet》那些東西啦 就是人工智能都仍然還未是危險到可以獨立啦 但是那個天空是不是真的 就已經由無人機去霸佔啊 或者做一個主導呢 我想就 都要繼續看啦 我這裡問一個問題 如果將來 我不要說打仗啦 如果將來你買了一張機票 托了一架飛機 那架飛機是一個沒有飛機師的無人駕駛機 你敢不敢去回答呢 我想說呢 其實呢 現在不是有很多那些機場的鐵路呢 不是無人的那些駕駛那些 是的 但是在地上的嘛 那些東西是不是 如果是飛機呢 其實我都在想 其實出事的時候 其實 後面一定有個人看著的 我知道有個人看著的 是的 那個問題就好像英超的VAR那樣 其實你真的看不到的 有時候真的你以為人家每個人看著的 其實更危險 然後你奉紙就會認為有人會被Hack進去的 以電子劫機 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就會發生的了 是不是 這些我想不是荷里活的 真實是真的有機會發生 你問我 我很害怕的 其實我是想要快點搭越就算了 我也是一些腦病 有人雖然呢 他有時候會合眼混成 但是呢 如果有事的時候呢 他有機會救到嘛 是的 救機的現場反應快 所以你始終隔著螢幕呢 你感受不到那個現況是怎樣呢 你又延遲一兩秒 哇 真的有時候不可以一兩秒 有時候0.1秒就救你救命了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呢 如果你說是民航的東西 如果說回到飛機呢 我也會覺得應該 都很需要有飛機師 這件事和我們共存亡 應該是 地面上的東西 我們就會看到更加 越來越多無人駕駛的東西 是的 是的 這個我們就繼續去觀察了 好啊 今天很開心啊 陳博士和我們討論 就是那個無人駕呢 第一就是那個Human brain 那樣東西就是什麼 那如果你說之後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多少少 就是無人駕還和其他技術的結合 例如 你說和人類的腦電波的結合 那究竟呢 是會出現了一個什麼的情況 那腦電波去操控 就是說包括現在英國那邊 那他們接下來第六代的戰機 他們已經跨海口的了 英國那邊的科技 就說他們已經發展著 就是機師利用腦電波 去操控那個戰機 那大家知道 戰機本身就很先進了 那你還要用到 就是腦電波去做那個control 那你聽下去 你都覺得很誇張 是不是 那究竟呢 做起來又會怎麼樣呢 那無人機 又有沒有這樣的方式去配合呢 就是用腦電波的好處 跟那個不好處又怎麼樣呢 現在的科技發展去到哪裡呢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呢 那你可以在下面打個加一 那我們就和陳博士有時間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回 究竟那個人類現在發展的那個腦電波 去操控 就是不要說武器 就是操控一些會動的東西 去到哪個層次 玩到去哪裡呢 在未來的潛力裡面呢 大家有興趣記得 在下面打個加一 那我們就盡快和大家跟進 好 那我們今集的軍工開幕呢 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呢 就再和陳博士一起 我們談談一些的 軍事和科技結合的情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